再过不久就是春节 台中市立县委博物馆和大理区公所 这天举办一场春联辉豪活动 邀请人的杨汉、红传旺等 十位台中市知名书法家 现场辉豪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索取幕报 为民众送上满满的祝福 一起开心迎接新的一年 民众排排队等待书法名家会赐幕报 台中市立县委博物馆跟大理区公所 这一天举办一场春联辉豪活动 为民众送上满满的祝福 喜气啊 过新年 每年在春节之前都会办理这个 辉豪 邀请这个很杰出的艺术家 来帮民众写春联 免费送春联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大理区公所 跟我们纤维博物馆 文化局的纤维博物馆 他们所一起合办大理区的这个春联活动 可以说是我们台中市里面 大概写春联的心中第一炮 这场春联辉豪邀请阮德阳 及于立军等十位书法家现场书写春联 由于手写春联比起一般市售 印制的春联更有温度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索取 需要在新的一年让家中更添文化气息 今天就看到那个FB上面有说 今天会有那个写春联的活动 然后想说来看一下 每位大师所写的春联这样子 然后讨个吉利 然后恭贺大家 龙年行大运 做生意还是放在家的 放在家里的 这边场地不错 而且设施也不错 还有一个风干器 很特殊哦 别的地方还没有 现场辉豪准备300份的春联 供民众来索取 大家拿着刚写好的春联 放在桌上等待风干 满满的红色喜气 跟大家一起提前迎新年 节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